挖掘新聞人物 挖苦新聞人物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我是玉美人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鄭大哥 我們經常人類有很多事情 都是拿猴子做實驗 那麼八分飽 比全飽好嘛 對不對 對 堂壽一點 最新的數據是七分飽 OK 那我吃太飽 你每天如果吃很飽的話 跟每天只吃七分飽來比的話呢 你吃飽的人會短命老態 皮膚會比較粗 這是從猴子來試驗的 長期處於七分飽的猴子 30年後的存活率達37% 那麼每天吃很飽的存活率 只有13% 就是活超過30歲 猴子要活超過30歲 也已經是很不容易了這樣子 然後飲食跟長壽有關 那麼除了這個飲食內容之外 還有你吃幾分飽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因素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長期都吃很飽 你會短命會老態會皮膚粗 限制飲食的話呢 比較健康 而且也比較長壽 因為你吃得少 會促進身體裡面一個特別的基因 遺傳基因來促進你的這個長壽 這樣子 你都吃過嗎 全飽 你皮膚也不錯 所以老態皮膚粗 OK 以後會吃少一點 看能不能長命一點 美人是謙虛的 美人其實是吹彈可破 破了 已經破了 其實這個是有道理 我認識一個106歲的人瑞 他到現在耳聰明了 其實很簡單 全世界的人瑞 你有看過胖的嗎 沒有 瘦瘦的 而且他說他吃的是那種 五穀雜糧 而且他真的都吃 就多餐 但是不飽 少量 這個真的有差 所以你今天晚上吃很飽嗎 明天開始了吧 對 明天才開心 還有機會 也看不下去 宜蘭大雨下不停 未來20年 台灣降下超大豪雨的機會 可能還會增加三倍 氣候越來越難捉摸 明天過後 我們的世界會變成一樣 好 問你介紹今天的 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環保專家 已經70歲的周美惠老師 OK 那麼還有一位是 氣象局的研究中心主任 鄭明典鄭主任 以及台大大氣系教授 徐光榮徐老師 以及氣象專家 李富城 李伯伯 歡迎四位特別來賓 來到我們的現場 剛剛已經吃到 你做的饅頭了嘛 對 都是吃這麼健康 而且沒有污染 沒有油煙 也沒有任何一個西油吐司 2011年 周老師 你好漂亮 謝謝你 你覺得我們講這句話嗎 真的 要不要跟我一起走 不是 你是說今天晚上嗎 不是 我是說跟我一起做 健康的飲食跟健康的生活 你都可以活得這麼好 老師你一次講我清楚 你會很緊張 不要 我一直講 老師你現在挑逗我 絕對不敢 去挑逗你的食慾 你要健康的飲食跟健康的觀念 挑逗你的觀念 你有沒有看到 你說叫我在宜蘭的地 給你蓋房子 宜蘭下雨下成這樣子 好害怕喔 不是 為什麼會下雨 為什麼會 宜蘭以前都 台灣是永遠都下雨的地方 我們本來就是有颱風的地方 是你不應該把樹砍掉 問題是這一次的雨量真的 不是 太大了 所以我們先請 我們三位來賓今天就不要講話 陽光好不好在這裡 我帶陽光給各位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一次的雨量到底有多誇張 宜蘭 宜蘭 宜蘭這一次的雨量 不是這一次 我們假設看一看 莫拉克前幾天 就有一次大雨 那次大雨是500毫米 也是 在宜蘭嗎 就是宜蘭 就是東山鄉這個地區 大同鄉這個地區 就是現在 三星鄉 東山鄉和大同鄉 上一個颱風之前 凱莎那颱風清晰了菲律賓之後 往西走 走到南海 越南的東面 海南島的南面的時候 開始台灣東北部下大雨 就是把印度洋的這個 一股暖的氣流引過來 有一些大雨下在東北部 那個雨就是 台北也在下 那一天的雨量 就下了500多毫米 跟到就是八馬颱風來 八馬颱風 我們很早就知道 它在這個地方下大雨 八馬颱風到了海南島附近的時候 我們又第二次下大雨 就這幾天的大雨 八馬颱風很厲害 喜歡台灣又喜歡菲律賓 三進三出 第一次進菲律賓 再進菲律賓 出去再回來 再經過菲律賓 所以整個看起來 今年的大雨 大部分都是由於這個 從印度洋來的一些水氣 跟到西南氣流 跟到南風一直到達台灣 這是正常的嗎 跟氣候大變遷有關係嗎 對 實際上有一點變 過去的話大概我們的氣流 從南海進來已經就很濃密了 從印度洋進來的很少 但是這次幾個颱風相繼的 都是從南海往西 在南海往西走 過去的很多年的颱風 我們在做颱風報告的時候 大概在菲律賓附近 升成的颱風 有一部分幾乎50% 會往東北走 會到達台灣 那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人世間在台灣 所有有可以查得到的文字記錄 有關於乙量的文字記錄 上推可以推到多少年以前 大概推 我們大概有100年的紀錄 沒有問題 可以推到100年 只有100年 因為我們很早 過去不止100年了 就是過去上個世紀 1900年的時候 我們台灣就已經開始有紀錄 就是日本人在這裡 就設計了一些 設置了一些這個氣候的紀錄 我可不可以這樣直接問 就是像許老師請教一下 可不可以講說 未來台灣的水災會越來越多 對 這個剛剛其實有那個 李老師 對 有提過 就是這個 我們看起來天氣變化的 跟以前非常不一樣 那 雖然這個氣候變遷 大家談了10多年 可是很多人覺得氣候變遷 跟它沒有關係 可是你現在發現說 氣候變遷 越來越跟你有關係 而且這個東西會越來越 極端 所以國際上面 其實我們不知道說 未來真的會變成什麼樣 不過大家預測說 降水會越來越集中 降水越來越集中 降水越來越集中的意思 也就是說 我們的乾旱 發生的機率也越來越多 對 所以其實水資源要怎麼管理 變成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可以這樣講嗎 就未來台灣的水災會越來越多 或旱災越來越多嗎 應該是 應該是 不應該叫台灣 應該是全球 對 但前九一定會引腳到台灣 對對對 我插一句話 我們知道以前叫竹風南雨 新竹風 宜蘭的雨 現在宜蘭有沒有下雨 有 但是沒有那麼多 下雨的天數減少 但是它的雨量 集中 雨量還是一年的年雨量 還是那麼多 但是集中在下 這就是說 短時間下那麼多雨 就一定會有災害 但是短時間下了雨 對我們好不好 不好 不好 我們的水本來是慢慢的下 我們可以慢慢的流 河川裡頭一直有水 我們一直有水 又有農田裡一直有水 假如說我一次下 台灣的地很窄 東西寬不過145公里 南北長不過400公里 這樣窄的地方 哪留得住水 有水 就流到海裡去了 然後我們留下的水很少 我們不希望它這樣下 所以氣象局很不準 沒有 沒有 話不是這樣 應該雨量的大小不是關鍵 關鍵在你大地對於雨水的承受量 跟我們人類的使用量 是我們把水泥覆蓋掉了 本來以前都OK 你看第四期的冰河時期 寫不見了 對 都是這樣 是你自己把樹砍掉 以前都會吸 所以你要喝不喝台灣 為什麼伊朗不會造成問題 我寫過文章 因為那個時候陳定郎還在 他全部樹都不能砍 所以他們都沒有問題 含氧量夠 對 不是 就是你要吸收夠 你每個地方 像我自己在西雅圖 兩個月我去看 他每個社區開發的時候 中間很大的一個池塘 所以那個就是湖 全部要蓄在那邊 所以後來很熱對不對 乾了 沒兩天出來 還好因為他們有蓄水儲 還是可以用 我們沒有做平地的事 我們不應該上上去 蓋那個水庫 水泥水庫是我們最大的禍手 是關鍵是在那邊 我要講一下 在台灣待的最久 大概我最久 你才70歲 我76歲 可是我在台灣是生的 我在台灣生的 你恐怕比我慢 你幾歲來請問你 我十歲 原住民來一下 對啊 我在這裡生的 我台北生的 我在台北市的時候 我住在信義區 所以我信義區有棟房子 很窄吧 我住在信義區 信義區那時候是水田 是稻田 當時早期的稻田 我們實際也是啊 對 這個南京東路是稻田 都是啊 忠孝東路 稻田 一半 一北是稻田 這個新生南路 一東是稻田 那時候下一陣雨 沒有關係啊 雨下了以後 就流到稻田裡去了 你淹水無所謂啊 調節 對 因為你現在的情況不一樣啦 我們知道基隆河啊 原來是彎彎曲曲 我們絕彎曲直 就這個問題 我們絕彎曲直 它是自然形成的 幾千年來形成那個彎彎曲曲 你要把它變成一條直線 你一定要很多地方 去擋那個水才可以 你要做很高的水吧 yes 對不對 是我們把它破壞了就對了 本來它彎彎曲曲是行水區 我現在把它變成一條直線 把那個行水區縮窄了 那水就 水流的還是那麼多 動物硬化 動物硬化 有酸酸乾也不止嗎 有有有 多都不行啊 全部都進去了 我通常一個 哇 你終於講話了 好 這不是稍待一下好不好 我們先進去 休息一下 等一下馬上回來 先進去 我第一次不知道 也不會講話 都沒辦法講 後來發現要講 就算了